其實我們在今年2月 香港疫情爆發最嚴重的事 我們真的關了很多電 那段時間都輸十幾二十萬一個月 有想過不在香港做 都搬過馬來西亞 那邊沒有壓力 你隨便做幾千元一天 你覺得很好賺 但在香港做不到一萬元 你都在抖 其實當你離開香港後 你會發覺外面還有很多機會 過去三年疫情重創各行各業 很多商戶都熬不住 去年更加不斷出現倒閉兆 不過專賣平價碗、碟餐具等 紋身用品的江牙佬 疫情初期 即2020年 反而生意越做越好 甚至趁疫市之下租金夠便宜 分店一間接一間開 最高峰時有9間分店 中環、旺角、油麻地等旺區 都不難發現它的蹤影 最初疫情爆發時 我們的生意是好得很好 因為其實是跟生活習慣改變了 以前那些人外出吃飯 一天三餐都在茶餐廳、酒樓、餐廳吃 那些人根本在家中 可能走到廚房都沒有兩隻碗 現在不是要在家中煮飯 每個個都買回一筒碟 黃先生說那時租便宜很多 而且業主都好意話為 叫他趕快幫忙頂住 便宜的租都不介意 還說那時租是自由行高峰期的20% 以前80萬的租 那時20萬都租到了 雖說疫情初期租金便宜了 生意甚至好過之前 但面對疫情 踏入至今已經第三年了 加上不少熟客者都移曬 江雅佬說踏入2022年 不單止生意大幅回落 更加要縮後來吊命 其實我們在今年2月 香港疫情爆發最嚴重的事 我們真的刪了很多點 我輸由七八間縮到兩間 七八間其中有五間長租藥 我們五間長租藥剪刪了三間 另外Roseau那些剪刪了三組 便縮到最小 便捱過了 那段時間都輸十幾二十萬一個月 我猜如果你比第二年 第二年是最好的 第二年比較現在少了30% 但現在的生意下都比COVID 之前有疫情之前的生意下 現在都是跌10% 但到現在第三年的疫情 其實是有些事根本改變了 第一習慣了回家吃飯 有錢人很多都走了 是專業人士或者找到錢的人 那班人走了 你對消費力有多大影響 所以我們很明顯看到 其實是差了很遠 如果你繼續保持下去 一個月輸幾十萬 幸好我有很多臨時工 馬上就收了 講到通關 內地終於在1月8日開始 放寬入境檢疫隔離措施 意味著自由行 在等了三年之後 再次在市面重現 不少行業都說 終於見到一線燭光 但江亞佬說 對他們的影響不大 反而會推高租金 增加經營成本 但現在疫情好 即是平穩 我們就一樣開店 但我們開店的時候 其實要面對很多問題 就是很多臨時店未必租得到 因為看業主的心情 業主經常想通關 他們又不肯便宜租 我不肯便宜租 我沒理由租貴一點 唯有就等找機會 我們做臨時的商場展銷 去彌補生意額 黃先生還估計 遊客區的租會升一倍 他們租開的民生區 都一向很貴 全灣區都要十幾二十萬一個月 加上就算有沒有自由行 都是這麼多香港人買菜煮飯 用的碗碟都是這麼多 所以影響不大 香港近年面對人財外流的情況 就連江亞佬都有想過 不在香港做 索性搬去東南亞那邊做 他們那邊租 人工每樣都便宜 難怪不知 原來他現在在馬來西亞 已經有十三間分店 有想過不在香港做 都搬去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租金 是香港的十分之一 我想了幾年後 我發覺 其實香港真的要走出去 於是我在2015年 2016年開始部署 2017年終於找到一個機會 2018年正式拖貨 拖櫃過去馬來西亞開第一間 我們現在在那邊也十幾間 生意很穩定 雖然賺的錢可能不夠香港多 但現在是一個很平穩的收入 那邊沒有壓力 你隨便做幾千元一天 你覺得很好賺 但在香港做不到一萬元 你都在陣子 當疫情一過 我們應該先去菲律賓 接著去泰國 越南可能會遲些起步 其實當你離開了香港之後 你會發覺外面還有很多機會 但我們用香港人的人脈 香港人做事的態度 香港人的知識 我們其實在外地很容易贏 所以其實有機會 我們應該多點去旅遊看看 外面有很多機會